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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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乘风破浪的节节中 龚琳娜的音色问题非常明显 低音信息缺失 音色纤细如真 没有基本的流行之声美感 和美伊里牙的低侯为日本女工唱法对比 更为凸显十二范英烈的低音厚度缺失 从音域上讲 龚琳娜天赋异扁 F3 F6 音域足足三个八度 这也是龚琳娜唱功的最强领域 也是民族唱法的立足点 龚琳娜的音域甚至可算华语七零母版 这也是大部分人说龚琳娜属于国家队的原因 但流行市场的音域是要讲究单音质量的 要心体 生压 机能 要自密集能力足够才算质量音域 流行质量音域上 龚琳娜音域会萎缩到C4C6 也就是两个八度 一个八度的萎缩 定性T1较弱 比较重肯 从枪体上讲 龚琳娜的基本功合格 但流行市配度不够 流行唱法的底层枪体能力是美声唱法 这也是周深 黄霄云强大的原因 流行讲究的是基于美声的面罩共鸣和声线 心体厚度和混声体系 这导致了龚琳娜在中低音的咬字上 在乘风破浪的结界中 龚琳娜声线的共鸣串联不够 一个字一个往外蹦 而不是线性的旋律歌唱 言音美感 这里依旧被日本歌手美伊里亚吊打 断奏和联奏的枪体语感差异非常明显 参考早期的法海你不懂爱 龚琳娜在流行声乐中属于典型的支撑足够 但咬字共鸣残缺 逻辑认知领域不匹配的问题 好漂亮的谈经 如了 综上 龚琳娜属于有专业能力带领域不匹配的歌手 能力放在明月中属于华语七一 放在流行之中只属于T2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之中 表现不如美伊里亚 对于流行唱法的审美 龚琳娜要多花点功夫才行 早期忐忑爆火 遭遇罚海你不懂爱爆雷 让龚琳娜意识到不应该走半丑路线 资本试错之后 开始锁定综艺装饰路线和标飞质量高音路线 恰恰综艺的受众对于声乐 大部分是无专业审美储备 便有了操作空间 可以卖弄歌唱家的噱头 也还是无可厚非 混口饭吃 但这也代表了官方对于龚琳娜的态度 龚琳娜属于正常的就业歌手 以下从音色的角度 结合音域 腔体具体对龚琳娜在 成风破浪的姐姐中表现补充说明 1.音色 龚琳娜的音色 就以成风破浪的姐姐中演唱的花海为例 用合唱另一人日本歌手 美伊里亚和龚琳娜对比 我们不按照民族唱法的音准标准 就按照龚琳娜所处的流行市场流行声乐的音色标准分析 龚琳娜演唱的花海有如下问题 1.发音点过于靠前 导致的音色过于明亮 缺乏厚度 共鸣感稀薄 合音的时候总有一股自明月音色的既视感干扰 这真的叫人无法听得入迷 总在出戏的边缘徘徊 这是没办法改编的 也是民族唱法歌手的通病 即使是弹金他的高音音色 也是有明月的典型特征 烟音乐器真坚化 这一点是为啥说龚琳娜领域不匹配的核心原因 2.口味的波动过大 导致音色存在音区的断层 统一性不够 这一点上本质上是民族唱法女歌手对于中低音忽视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因为往往民族唱法眼中只有高音区 低音如何统一音色 是流行唱法和美声唱法主要功课的技术 原因是因为 民族唱法的高音音色逻辑是烟音 而烟音是一个支局限于高音区的音色 低音区和中音区的腔体声代币和压力不足 是无法产生烟音音色的 这也导致了 民族唱法女歌手普遍的低音式弱象 民族男歌手反而强项 比如说李健这个学了三个月的业余民族歌手 有完美的弱混支撑和胸腔共鸣 女歌手的侯卫的问题 本质上是低音能力不足 弹琴的解决方式是美声 龚琳娜没有解决 三 中低音的口气过于密集 支撑不足 咬字连贯性 音色的统一度较低 龚琳娜的中低音三个字一句 三个字一句 而且咬字的逻辑 永远是先发音高 后夸张咬字 这里就要说一下 流行的咬字逻辑是同步进行 音高和咬字都有发音点的原因是同步完成的 龚琳娜的音色咬字逻辑偏向先闭和声代唱音高 音高足够之后再咬字 这往往会导致声线的歌唱性言音美感 被声代闭合的点撞音高破坏成串流的断奏感觉 核心还是声乐差异 流行唱法式低音上挂思维 音多高挂多高 所有音的起点都是气泡音低位置 音色音高咬字同步化 民族唱法式施压性音音高音思维为主 最低音自然真声思维为辅 咬字必定在音高之后 这导致了龚琳娜的咬字在流行字就显得太硬 没有丝滑感 四 歌曲尾音的处理过于单调 音色的丰富度几乎为零 这就是属于流行的职业歌手需求 用合唱的美伊里牙作为例子 美伊里牙的尾音处理 基本上都在言音和基于言音的转音 和音色的渐强渐弱 以此来丰富歌曲的演唱层次 这也是一个职业歌手的基本操作 但是功林娜没有 直来直往 尾音的处理全部跟着咬字的归韵散掉了 没有严音的歌唱美感 这是因为民族唱法 它就是这样唱的 咬字和音唱是分开的训练桥段 而不能混淆 所以功林娜音唱的时候 严音和支撑又很完美 一咬字一唱旋律 为音的共鸣尾音稀碎 而 音语 关于音语 功林娜最大的问题是 流行音乐的音语美感是有市场标准的A4D5 全世界范围内顶级流行现象及歌曲的高音都在A4D5之间 流行声乐的巅峰美感音语是A4D5 功林娜和流行音语的适配度堪称稀碎 超过D5的咬字 不能说很难听 只能说毫无现象传播的可能 只有高音受众的自嗨 和传播的噱头化 高音是作为机能的经验表达 是为下行咬字音高服务的 G5的机能迈克尔杰克逊 巅峰咬字也是为D5质量密集咬字服务的 而不是挂在G5不下来 点触和密集咬字一个天一个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99i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客气 扶植员